导读,人到中年,事业有成,子女好学,家庭幸福,你将体会到人生的快意和舒服,如果人到中年,事业失败,你将面临各种考验和不顺,人生就像暗夜,孤独而漫长,曙光太遥远,这是怎么办?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有着千奇百怪的不幸,成功的人是相似的,失败的人有无数种失败的理由,假如你遇到了这种不幸,你得坚持以下五点,第一,清空负能量,调整心态,独立思考,切记抱怨爱怜,当你不能养家时,请接收现实,现实不会因为你的空想而发生任何改变, 不要再纠缠过去,放下包袱,放下面词,认清问题,人最怕的是陷入困境中不能自拔,把自己的心困在失败的牢笼中,自己禁锢自己,被失败和焦虑压垮,甚至陷入精神抑郁,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,放不下,心中装满鬼恨和害怕,只能恶化现状,将一切变得更糟,想改变 首先要做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,心态决定着做事的成功率,一个充满恐惧,焦虑,害怕等负面情绪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,连老天都怕被感染,必须学会转化心态,消除负能量,转为正能量,人生才能回到正常轨道 第二,正观问题,看清自己,找到出路,切记自欺欺人,现实社会中活得不如意的十有八九,人人都有难处,家家都有难念的精,说不完的酸辣苦钱,力不顺的衣食住行,学会接受才能面对现实,不要逼教,不要爱叹 你需要静下来独立思考,找到问题的根源,找不到问题的症状,你付出再大的努力,失败也是必然的 因为你的逻辑思维和行为习惯的运行定势不变,所以因果关系就不变,结果必然也不变 不要戴着有色眼睛看自己,你必须看见自己的恶习和失败的根源,千万不能自欺欺人,在问题面前装鸵鸟,把头埋在沙子里 也没必要自卑或者感到羞耻,因为情绪会让你错误的忍知现状和自己,没有看见最真实的自己,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第三,从小是做起,从能掌控的是做起,切记及攻击力,败的人往往会从一个坑里刚爬出来,又掉入另一个深坑 为什么会不担心呢?不是老天与你作对,而是你自己找死 失败者如果没有彻底的反省,认识到了失败的根根源,把失败的原因简单归为客观条件,那么他就会重复犯原来的错误 失败的结局就是注定的,那么失败者应该怎么反省怎么做才对呢? 一是对反省自己,向内看,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不要把失败的原因,推到别人和客观条件上 二是不能急,才不进井门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是要从小处做起,从自己能掌控的做起,切记好高路远,切记及攻击力 第四,记住,最能改变是行动,去当下行动,切记退到明天 当你是在一次次的告诉自己,明天去打工,明天去赚钱,明天去监局,然后一切都招就 那么想改变就是一句扯办的话,不要只有希望和承诺,却没有任何行动 做出改变的关键是行动,能行动就说明你走出了困境,你重新夺回了你自己的控制权 你不再对情绪控制,不再是情绪的奴仆,而是自己的主人 强者用行动控制情绪,弱者任由情绪控制行动 第五,专注于一件事,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,专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,切记三心二意 许多人所以失败就是太聪明,可选择的东西太多 不能专注于一件事上,犹如班包谷的猴子,最终两手空空,专做一件事,进而只做一件事 一天两天,一年两年,十年二十年,持续用工,成为行业的专家和能手 成功就只是水到熟成的事,结束于自己的生活自己活,切是否合适角之道 面子是自己的,当时要没脸时就要学会把脸装在裤兜里 当你不小心踩到路上的香蕉皮摔倒了,你只有自己咬牙爬起来 卖卖和责怪是没有用的,能做的就是小次注意 当你学会在一件事上持续用工打磨时,老天都会来帮你 但前提是不要选一个连老天都不帮你的事 谢谢厚爱,您的关注和转发就是最大的支持 希望这篇文章能给在困境中的朋友有帮助 也希望你能把你的经验写下留言区,让有缘人看到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